小胖子今儿还要测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好不容易有了电流表 他就把电压表拆了 不过定制电阻R0和两个开关还在 这回怎么办 他测了额定功率 小灯泡仍要正常工作 他没了电压表 怎么控制小灯泡为额定电压啊 还要用定制电阻 他组织一致 用电流表测出电流 就能算出R0的电压 从而控制R0的电压 但我们想要控制的是小灯泡的电压 该怎么办呢 简单 让R0和灯泡并联 两者电压就相同了 将灯泡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后 再利用电流表测出此时小灯泡的电流就可以了 电路图是这样的 不过怎样让电流表既能测小灯泡的电流 又能测R0的电流呢 还是用开关 变成这样 两个都能测了 实验室 首先要让小灯泡正常发光 所以先让电流表测R0的电流 来控制电压 B号S1S2断开S3 调节滑动电阻器 让电流表次数I1为U除以R0 接下来保持滑片不动 断开S2B和S3 测得电流I2 根据并联电路特点 通过灯泡的电流就是I2-I1 于是小灯泡的额定功率P 就等于U倍的I2-I1 等于I1倍的I2-I1乘以R0 你做对了吗 注意 测额定功率没有电压表时 可以将已知电阻与灯泡并联 先利用已知电阻 电流表和滑动电阻器 来控制并联部分的电压 确保小灯泡正常工作 之后不能再改变电路的连接状态 你明白了吗 呵呵 我刚才关设了 10光热 雷你明显不过 不明明显RE 红文雷 燥 写 写 写